大家好 欢迎收看夫妻费片 又是我们了 我是韦哥 我是Micky 之前我们不是说过 我们之后会在吉隆坡住一个月的 今天就是我们在香港的家里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们就打算拍下这条片 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香港的居住环境是怎样 还有在香港的住楼的租金是大概多少钱 刚刚搬完东西都搬到新水新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门口 听不到我们在香港的居住吗 这个门口是转左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厨品 这个就是厨品 这个就是厨品 然后这个就有个老头 这个就是厨品 这个就是厨品 这就是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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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就厨品 这个是厨品 它在这里 到这里 我看不見他很乾淨 其實你的安安捉到很遠 然後你下邊就看他 這裡已經有一個餐廳了 這裡還有餐廳 我多一個餐廳 這個就是一個我想要看 它是一塊水的 還有一塊花生蜜 這個設計我覺得很棒 好像在家的時候都要這樣做 上面就是一邊擺碗的櫃 裡面有燈 裡面也有燈 裡面也有燈 這塊就是一個冰箱 上面就是一個冰箱 裡面就是一個洗衣機 裡面有一個垃圾桶 裡面有一個牆的樹櫃 裡面就不是說太大了 大杯給我們擺的 我們就去看看我們的聽 現在我們的行李只剩下這兩個劍 我們走進去跟廳道 這裡就是廳了 這一張就是我們吃飯的桌子 但其實我們都很少用這張桌子吃飯 我們多數是用隔壁的茶櫃吃飯 可以一直看著電視吃飯 但這裡就可以用來招呼朋友 有一張梳化 我們這裡是包著家具給我們 有一個電視櫃 一張茶櫃 我們平時吃飯的地方就是這裡 外面就是一個在香港也算大的舞台 讓大家看一下景色 讓大家看一下景色 我們有景色其實是挺漂亮的 接著我們就進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廁所 我們還有一點點東西還沒收拾 這個廁所是有浴缸的 這裡是第一間房 是一間客房來的 是我老婆的工作室 都是拍那些化妝的東西 這裡就是第二間房 香港的房子都比較小一點 我想這裡可能放了一張三尺床左右 接著就沒位了 每一間房都有一個分體式的冷氣機 所以這一樣東西是非常之不錯的 最後這一間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就比較大一點 旁邊這裡有個衣櫃 其實我們這個單位 在香港來說 就已經算是很便宜 如果是市區一點點 一個這樣的單位 起碼都兩萬多港幣 最少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停車場 大家知不知道 這裡要多少錢一個月租金呢? 四千港幣一個月 四千港幣一個月 你租房的租金是不包括我們的車位的 我知馬來西亞應該每一個單位都會有車位 我認識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屋是港元17000元左右 即是马币的8500元 台币就要67000元 大家觉得这个价位算不算合理呢? 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租金的水平实在太贵了 因为我们这家屋虽然是新楼 但是香港来说是属于一个比较郊外的地方 但是它依然都是要17000元租金一个月 所以我们就打算不在香港租屋 我们打算可以用这笔租金的钱 去更加多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我们就觉得香港这个楼价就非常贵了 其实我们给这一笔钱出来 和我们这个居住环境不成正比的 我们就觉得与其我们用这笔钱去交租 好 那不如我们两个还年轻 刚刚结婚 用这笔钱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我们之前就去马来西亚那里玩 拍了几集的游记 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都有在下面留言 和like我们的影片支持我们 我们都非常感激大家 是啊 很感激 哈哈 接下来我们下个月就会去吉隆坡那里 试试住一下一个月 如果大家有什么地方建议 我们可以去一下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那里和我们聊天 我们的Facebook就会在这里 收集给大家看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一个like我们 那未订阅我们的朋友 就记住订阅我们 我们之后会去不同的地方 试试居住一下 对了 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地 究竟住的情况是怎么样 希望大家都继续关注我们 好了 拜拜 记得按个小钟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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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